新年文化中心自9月24日開始到10月齊到 在第1、第2月中 辦理第33次松云化會會員的連電 這次的電影是有到6月會員 擔任主電 其他會員提供1件到2件的作品 總共會電出80件追報的作品 我們這次展示的作品裡面 有很多都是寫生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照鏡的 那有的話有 他就是在我們台灣各地的海邊 鄉間高山寫生的作品 主題的會員在他郭榮賢表時 松云化會會員來自隔地 有老師表的蔡瑋蘇丁丁 才會作品受到蔡茂松老師的影響 但是經過當年來創造也有老師的鼓勵 會員已經漸漸發展出自己的風景 我們大灘人士大部分的化會 都是總和性的 那我們松云化會最大的特別 就是純粹水墨畫家來組成的 我們化會基本上比較喜歡寫生 我們指導教授蔡茂松教授 它是希望我們能夠發展出台灣水墨畫的特色 這次展覽一定有墨遊新生為主題 以水墨主的方式來表現現代生活 讓作品看起來更多 如果有溫馴的美感 歡迎大家多多盡量參觀 感受台灣風景水墨的作品 今天請問我們在新年採用報導 我們在新年採用報導 我們在新年採用到新年採用 看起來很新年採用 我們在新年採用